现在全球经济又在经历一个新的变局 所以接下来可能会产生哪些变化 作为普通人 我们该如何从中获益 跑赢这个时代呢 每天我们会看到有不同的新闻 复杂的数据影响我们的判断 但是千万不要被这些表象迷惑了 其实我们只要认准简单的三点 就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到底是哪三点呢 第一 全球主要经济体都一直在用债务促进增长 同时用通胀稀释债务 第二 黄金的上涨 代表的是其他货币的价值下降 第三 科技的飞跃并不会显著的降低整体通胀 反而会加剧服务业的通胀 这三条真的可以说是公理了 因为他们是由基础理论论证 并且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检验的 这三条分别揭示了推动机制 表现机制以及分配机制 至于具体该怎么理解呢 我们一个个来聊 首先是第一条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由债务构筑的星球上的 美国的国债余额高达34万亿美元 平摊到他们的居民身上 基本上是每个人负债了10万美元了 这个债务30年来增长了1000倍 其中有7万亿是在加息以后借的 每年的总利息支出就超过了万亿美元 还有日本 负债高达13万亿美元 比他的GDP高出了两倍还要多 所以他只能靠着低利率和借薪还救来避免自己爆雷 相对来说 咱们中国还算好啦 我们还有加杠杆的空间 但是咱们的表内外债务也不是个小数目了 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人类不会在债务中毁灭 这些看上去无解的债务 只要推动通胀 就能够逐步化解 就好像是你借了10万块钱的信用卡 原来得攒一年的工资才能还得上 但是货币突然贬值了10倍 接下来呢你一个月就能把它还清了呀 在现代货币的体系下 通胀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主题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张呢 是一个很流行的图 它就揭示了百年以来美元购买力的变化 然后呢我们再来解释第二条 关于黄金 黄金的本质呢是一般等价物 它相当于是一张不会违约的无息债券 它没有办法跑赢通胀哈 但也不会跑输 像最近黄金的价格大涨原因其实有很多 也许是因为利率下降 也许是避险的需求 又也许是因为各国央行银行 腾龙换鸟 在卖出美元资产抢购黄金 但不管什么原因 背后反映出来的 都是对于其他货币的不看好 黄金的大涨是货币购买力下降 最直接的表现 不光是黄金 铜星铝等等的大宗商品 也都开启了涨价周期 最后呢是第三条 都说科技的进步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 可以降低通胀 可问题是我们的科技发展的这么快 物价怎么一直还在涨呢 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复杂 可以看一下美国20年来的物价走势 你会发现服务类的物价是在大涨的 而工业类的物价是在大跌的 这个时候怎么来理解呢 假设我是一个车间工人哈 我本来一天能生产10件商品 但有天呢 我厂子里面引进了全自动机器了 他一天可以做出100件商品 即便这个商品降价一半 销售额也能翻上5倍 但是也因此厂子里没有那么需要我了呀 我的工资没有上涨 这么一来呢 你就会发现 原来技术升级带来的那些利润 都进入了资本的口袋了 我们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 通过劳动来分配利益 怎么办呢 只能去做一些类似于像医生厨师家教这样的工作 提供高价的服务 从资本家手里面赚钱 所以呢 有没有发现在技术升级之后呢 服务业变成了二次分配的重要手段 所以呢 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 是各大发达国家现在的支柱产业 这既是发达的原因 也是发达的结果 那如果分配的差距过大 就会造成只有少部分人有能力消费 社会需求不足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台刺激政策 再印钞票放水 然后再次的加剧通胀 这三条讨论下来 你应该很清楚了吧 当前 债务高企 黄金大涨 人工智能引领的技术升级 这些事情加在一起 或许将会开启一个新的涨价周期 同时呢 服务业的规模扩大薪资上涨 这个也将会成为发展和分配中的长期趋势 完全可以把它考虑作为就业以及创业的方向 那对于普通来说不就只能这样咯 要么从周期中获益 要么从分配中获益 贾跃亭说 高和汽车是行业的耻辱 咋回事呢 刚刚过完年 造车新势力高和就宣布停工停产半年 这个消息在汽车圈里炸开了锅 然后呢 贾跃亭就很罕见的 在某位资本人士的朋友圈下面发了一条评论 说行业的耻辱 其实呢 贾跃亭跟高和汽车的创始人丁磊的仇恨 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 丁磊呢 是汽车圈的老将老 曾经担任上汽通用汽车总经理 上汽集团副总裁 2014年 时任浦东新区副区长的丁磊 还负责引进了特斯拉到上海投资设厂 2015年 丁磊与贾跃亭合作乐视汽车 担任乐视超级汽车联合创始人 但是在2017年 丁磊选择离开乐视 还从乐视汽车挖走了一批人 有人说 丁磊在跟乐视汽车分道扬镳之后 得到了当初FF91的全套设计数据 因此呢 高和推出的第一款车的外观 非常接近贾跃亭的FF91 也难怪贾跃亭看到高和落南之后 会这么缠不住气了 那么也算是含着金汤石出生的高和 怎么突然就濒临倒闭了呢 总结来看可能有三点原因 首先第一呢 就是定价太贵了 但是产品又跟不上品牌定位 高和是定位在非常小众的豪华纯电市场 它售价最贵的一款车 价格在57到80万元之间 跟宝马X5 奔驰GLE都平起平坐了 本身呢 品牌受众群体就很小 因为根据相关的行业数据啊 2023年整个豪华车 国内的份额不到15% 这里面呢 很多人买高和都是为了作为家里的 第二辆车买着玩玩的 而另一方面呢 它的产品力又不足以撬动高端市场的需求 因为越是高端的品牌 用户对于品牌的粘性就会越强 那像高和这样的全新品牌 光卷那些传统的硬件 什么底盘车门内饰车灯什么的 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得在电动车的核心竞争力 智能驾驶上面下功夫 但是高和的智能驾驶技术又偏保守 比如说在城市NOA的开发进展上 落后于小鹏和问界等等的品牌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高和的外部融资明显不足 跟其他那些新势力不同的是 高和从17年成立至今 并没有在一级市场上有过大格的融资 仅仅是在2021年底的时候 获得过交通银行一笔50亿元的受信 去年好不容易跟中东 签署了一份56亿美元的投资 但是从他目前的困境来看 这笔投资大概率是黄了 那么仅仅凭借着不到1万辆的销售规模 想要在当前这个融资环境下寻找资金 那肯定是难上加难的 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营销也有一定的问题 有高和员工说三年前再跟客户说高和是什么 到了现在还要跟客户解释说高和是什么 市场的IP根本就没有上来过 而高和汽车也并不是第一家倒下的新能源车品牌 根据不完全统计 整个2023年 现任到停摆的新能源车企多达4到5家 其中不乏有曾经站上过高光舞台的威马汽车 爱池汽车等等 就连贾跃亭虽然说他现在还在扛着 但日子也不好过呀 最近还因为拖欠了66万元的房租 被美国的房东给起诉了 为梦想窒息了9年 贾跃亭一共交付了10台车 其中有一台还是他自己的 再看看FF的股价已经跌到了0.086美元了 为了防止股价过低被退市 贾跃亭采取了合股策略 把多股合并成一股来提高股价 可是股价还是没有办法止跌 又跌到了1美元以下了 所以其实贾布斯在炮轰高河的同时 他自己造车的故事 也不知道还能说多久 而另一面 即便是行业内混得好的那些新能源车企们 价格战也快要卷上天了 刚开年比亚迪7下两款车型 新车配置不减 起售价却被打到了7.98万元 2024年以来 已经有特斯拉 林跑 申兰 上汽通用50等等多个品牌官宣了降价 所以说呢 现在居然雷军成了车圈里面 最让网友们操心的人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小米汽车还能不能赶上烫了 为了抢一位歌 星都差点要引发外交风波了 像泰国菲律宾最多在说新加坡 你凭什么垄断美美在东南亚的演唱会呀 因为最近新加坡邀请了国际巨星美美 连续开了六场演唱会 每一场的政府补贴给她300万美元 而六场演唱会就一共补贴了1800万美元 而且呢 新加坡政府还免费提供国家体育馆给她用 而结果呢 演唱会30多万张门票是一抢而光 二手的VIP票炒到了1万多美元 有一些豪华酒店推出的演唱会套餐 价格超过26万人民币 都很快受庆了 数万游客因此涌入到新加坡 从亚洲其他国家飞往新加坡的航班 成了美美粉丝的专机了 某家国际机构测算 假如有70%的观众是从国外飞来的话 那美美给新加坡能够带来至少5亿以上新币的收入 超过25亿人民币了 这简直堪比一次小型奥优会呀 而新加坡政府的神操作也让我们开了眼界了 原来政府的招商影子可以如此的新潮时尚吗 原来公款消费可以如此的喜闻乐见 一个国家为了拉动经济 居然可以为一位歌手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 泰国总理看完之后呢 酸溜溜的说 早知如此 我砸锅卖铁邀请美美来 只可惜呀 新加坡这回给美美要的唯一条件就是 巡演东南亚是吧 只能选新加坡这一个地方 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只有北京的二十分之一 但人家这回把美美给承包了 咱们整个东南亚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新加坡数钱 2023年的时候 美美美国巡演拉动了消费46亿美元 在举办演唱会的时候呢 有一些城镇增加了95%的收入 有机构测算 说如果美美是一个经济体的话 那它的经济规模超过世界上50个国家了 既然新加坡的弹丸之地都能搞上六场演唱会 那咱们这么多的大城市是不也能把它请过来 搞上个16场呢 那得来多少人挣多少钱呢 要说起来 这个演唱会对经济的拉动确实挺强的 去年夏天 周杰伦海口四场演唱会 给海口创造了旅游收入9亿多 比当地五一假期的旅游收入还要多出一个亿 但是话说回来 这回呢 美美是从曼谷 还有中国澳门 中国香港 以及新加坡的PK中 选出的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给的条件实在是太诱人了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复制呢 确实不容易 首先要新加坡这回是政府带队洽谈 提供各种的公共资源 而国内演唱会呢 咱们基本上都是私人公司投资的 实力上无法相提并论 第二 美美出场费非常的高 需要8万人以上的场馆才能回本 而国内合适的场地就不太多 还有第三 国内不允许有延伸舞台 大道具 烟花火焰什么的 但这回的巡演舞台几乎延伸到了场馆的一半了 国内消防肯定很难批准 还有第四 这回美美演出市场接近四个小时 国内呢 一般只允许两个半小时 更不用说海外明星来演出的话 也会有很多繁杂的规定 所以说呢 如果想要请他来拉动消费的话 真得突破不少规定了 但是细想想 最近其实我们也挺拼的 光是为了吸引外国游客 新政策就出了不少 比如说多国免签 还有开通网上支付 挂外国信用卡等等 但是目前来看 这些措施的效果都比较的温和 那么看了新加坡的玩法之后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更加大胆一些呢 美美在2023年打败了 Chair GPT之父奥特曼 被评为了时代杂志年度人物 哈佛大学还专门看了一门课程 来研究美美经济学 人们呢 总是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人和故事买单 无论他的起点有多么的频繁 来自陕西农村的董雨辉 成为了国内带货第一人 而来自美国宾州农村的美美 成为了全球最有超能力的明星 看来流量才是拉动消费的密码呀 通胀211% 利率133% 阿根廷自己都水深火热的 结果呢 他的总统米莱 却在瑞士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 给其他的国家开启了药房 而这个药房 连马斯克听了之后 都在公开高调称赞 米莱到底说了啥呢 他批评西方世界 放弃了自由模式 说企业家赚钱 是因为以更优惠的价格 提供了更好的产品 不要屈服于国家的步步逼近 国家不是解决方案 国家就是问题本身 米莱说市场其实是一个发现过程 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 找到前进的正确路径 但如果国家在资本家成功的时候 惩罚他们 并且妨碍市场发现的过程 那他们就会破坏这种激励 那结果就是产量会减少 蛋糕会变小 在米莱这次演讲的最后 他高喊着自由万岁 还爆了一句粗口 说实话 米莱讲的很多东西 确实让人点赞 但是激淀了上百年的产业结构 和深层次的问题 难道光靠绝对的自由主义 甚至无政府状态就能解决吗 记得前苏联解体时 曾经采用过休克疗法 放开物价和工资 经济市场化 但是三个月之后 物价暴涨几十倍 那一次 自由没有带来繁荣 却带来了官商勾结和寡头垄断 还有曾经教科书式的 美国自由市场经济 在1929年大危机时 GDP下滑了26% 四分之一的人口失业 有几百万人在饥寒交迫中死去 好好的市场经济突然晕厥 在这之后才诞生了 与米莱总统所信仰的 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所不同的 强调宏观政策调控的 另外一个经济学派 米莱说 国家本身就是问题 可是呢 当年正是罗斯福新政 帮助美国走出了 1929年的危机 这个事呢 就像是人生病了 有时候能够靠自身的 免疫力自愈 但有时候 也需要打针吃药 所以说呢 或许米莱总统 演讲最大的价值 就是再一次 引发人们的思考 政府跟企业的关系 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给企业自由是必须的 但是呢 在极端自由 跟极端控制之间 到底什么样的模式 最理想呢